晚上好 这什么表情 不是说好了今晚过来接你 刚睡醒 你几点睡到 这么晚 昨天又加班了 一猜就是 那你要不要回去多睡会儿 我们可以改天约 我没说要走啊 这不是怕你困吗 行 睡饱了就行 晚上可是很漫长的 什么时候出发 我想早点 但不是要等你换好衣服吗 才意识到啊 看来刚睡醒 还有点迷糊 好 我进去等 你慢慢来 不着急 温度调这么低 还穿这么薄 万一感冒了 别怪我不带你出去玩 老妈子 如果我真是老妈子 现在就该把你 你躲什么 挨毛力气来了 帮你压下去而已 嗯 力气这么小 难道是因为刚睡醒 这么想吹 好得也调个肌肉厚实的地方 比如 这里 怎么还掐上了 这是一点也不客气 没有反抗 我怎么敢反抗呢 嗯 你的东西 要吹要掐 当然都随你 这么不惊斗啊 好了 看你这睡眼惺忪的样子 是不是还没洗漱 你要洗澡 没问题 我不介意多等一会儿 不过是有条件的 错过了一点 我悄悄告诉你 哼 就这个条件 好了 快去洗澡吧 把你收拾好了 我们就出发 就这个条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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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跳闸 估计是紧急停电 过一会儿就恢复了 别害怕 我就在门口陪你 没有害怕 那刚才我听到那声尖叫 难道是什么小动物被吓到了 好 你胆子大 怕黑的是我 那你要是差不多洗好了 就出来陪陪潘黑的我 洗好了 但是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忘记拿衣服就进来了 这衣服在哪儿啊 我去拿 好 马上就来 我把衣服拿来了 开门吧 我给你递进去 你人在哪儿呢 怎么没有动静啊 浴室太黑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 现在怎么办啊 要不 我进去 嗯 你不介意就行 滚好雨进了 那我进去了 感觉浴室里比客厅还黑 完全看不到你在哪儿 嗯 你往门口这里来一点吧 扶着墙慢慢走 你这一下摔的 没事吧 心没起来 先看看你有没有受伤 是 是看不到 那你动一动脚 看看有没有扭淌 哦 没有就好 我 手肘撞到地板了 不好说 刚刚那声响你也听到了 怎么也得留下块瘀青 疼啊 当然疼 你得负全责才行 毛扎什么呀 顶多就是擦破了上个药 磕青了 就揉一揉吹一吹 傻瓜 用不着说对不起 非要说的话 也得我来 现在这个姿势 怎么看都是我占你便宜 你才意识到啊 那你反应有点迟短 头发怎么还没擦干啊 肩上都是水 冷不冷 有没有多余的毛巾 我帮你擦 自己来 自己来 这可不行 你在我身上压了这么久 我胳膊都麻了 你得让我活动一下 你得让我活动一下 你别躲啊 万一又摔到了怎么办 至少得把头发和身上都擦干了 你才不会狡猾 你这 有点主动 手冲若静 狡猾啊 那你这一狡猾 还挺占便宜 为什么 你没发现 你的手压在什么地方吗 不用道歉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要是故意的 就不会找偏位置了 还乱摸 你知道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地方吗 现在又缩手了 小松抱 既然缩手了 就靠近点 让我抱抱 你都占我这么大便宜了 还不够我点补偿 真怪 姿势有点奇怪 嗯哼 嗯哼 就是嗯哼 你身上的水真的擦干了吗 怎么感觉胳膊还是这么凉 我身上很烫 那你可得抱紧点 嗯 头发还是有点湿 万一感冒了 你说我给那你怎么办 是啊 我也湿透了 都是被你搞的 还需要 再消消咬你了 再乱动也咬你 还需要卸下手围墙啊 欺负了人又想跑 哪有这种好事 我又没有真咬你 含什么疼 不会留下痕迹的 我只是轻轻碰一下 想什么呢 我怎么舍得咬你 怎么 脱坏松抱 还附赠了一个 吻 你该不会是故意的吧 意外啊 那确实挺意外的 漆黑一片的浴室 我前脚刚踏进来 后脚就被你扑倒了 而且咱们俩这身高差 不偏不倚地 碰到嘴唇 意外 别恰恋 有点疼 嘴唇好像磕破了 有点出血 在哪儿啊 你离这么远 可看不到 凑近一点 在这儿 看到了吗 你怎么还吹上气了 想安慰我 确实好多了 谢谢你为我执行 这就害羞了 平时害羞 只知道往后躲 现在倒是会往我身上扑了 看来我得感谢这场停电 想跑 哪儿这么容易 反正衣服 都被你蹭湿了 我不介意 让它湿得更彻底一点 怎么 离得太近了 我总觉得刚好 像这样 能够听清对方的心跳声 这才叫亲 等你只看得到我 只听得到我的时候 那才是最近的距离 就像现在 我只能感受到你 忽然发现 那什么 你家浴室装修不错 笑什么 闭着眼 怎么就不能看浴室了 快点穿衣服 不然等我睁眼 你就惨了 不到你呢 我数到三就睁眼 看你怎么办 一 二 三 我真的睁眼了 你居然搞背后突袭 你还真是学坏了 学我的 我可不会成人之味 那就包吻了 别再摔着 不然你手忙脚篮 再摔一脚 我可要心疼的 我背你回去 真想我的衣服 都被你弄湿了 你得想想怎么陪我 小坏蛋 要不 我把空调的温度 我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了一点 小心着凉 小心着凉 手臂上还有点湿 我帮你擦干 不要急着乱动 我乱动 乱乱坐好 我身上还湿着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这样陪我 好吧 那你就是较真的小坏蛋 你的手心好热 难道是着凉了 没有啊 那就是害羞了 你真是碰到了 没 没事 我当然不会瞒着你 别碰那里 没什么 一道小伤口而已 不用特意去看 之前已经伤过药了 前几天接了一个委托 不小心受了点小伤 没事 我早就习惯了 这么心疼我 那我就一点都不疼了 真的 不骗你 你看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用担心 不如来想想 今晚剩下的时间 你有什么打算 今天这么主动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我什么想想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